据太史局垂眼 荒龍七秀 東移 是時候該辦秋顯大典 那傳言中通體雪白的白鹿先生 要是能抓得到 還算吉隆之喜呢 有時候這傳說 未必都是虛 這一次我就送你了 今年秋顯正式開始 聽說這南面中還有一隻 通體白色的熊 原來不只是你 這鹿也是以白色的鞋 丙娘娘 剛剛一出發 就出現白鹿的踪跡 太子帶著君王一起追去了 白鹿現身并有好失 這不是我太子哥哥的公蛋嗎 在這兒啊 那個人是誰 德菲身邊的那個 那個好像是龐氏子 也是宮中護衛的神策君 或者人矮 手矮的好 公子不欠 看來真的是德菲換了 太子的劍大 這白鹿贏我們巨子相當角 吃到果然 我們獵活的獻給父皇 我從頭包抄 吃得腿骨 今日的頭仇是我的了 小心 別說傻子 別說傻子 你會沒事 我好 這輩子 沒弄成 你只要有錢人 那你做我最後一個月了嗎 今天要給我一切兩頁 沒有些也沒有關係 米妃謝謝你 我還想要 不想要我 你還要我沒事 你這娃真好 給你男的擋了一個 都什麼時候 德菲為何要借太子之手殺我 德菲身邊那個侍衛一定有問題 難道德菲就是宮中黑手 如果真的是德菲 她的背後 有整個龐家勢力作為候補 要想扳倒她 必須對有確鑿的證明 竟然沒有射死她 翠氏的這個孽種 真是個命法 我們引太子 把她單獨去追搬 算好的位置 哪想 姓龍的竟然突然出現狡群 找到箭頭美 上面灌了水 可不能落入別人手 繼續找那箭頭 是